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们的问题 这种情况有这么烦呢 因为你头疼大不通啊 你到我店头疼大不通 有一个人昏迷不醒在医院挡了个挡 是不是啊 啊 这是心脏病那个人 啊 啊 啊 什么鸟在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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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这个人是 这个人信佛不信佛了 他信佛的呢 不是 以前不是呢 我连次给你接 我回回大口 我这一大打个六次电话了 啊 我和我的腿子 以前一个腿子有毛病 所以不是有个大 前一位大有大口了吗 就是他有些决定有发 他现在就在吵上 反正现在在医院里 没办法念 我以前就给他念大杯兜啊 所以我没办法念 你给他继续念小方子啊 你给他念大杯兜 念小方子啊 嗯 你连你这个小方算没免吗 啊 你赶快求啊 求冠金不大 叫他吃全素啊 吃全素了 那两天身体实在是不信 但是从谁不信啊 嗯 是我 结果是 姑娘有个口吃 大家哄 说是能看那身体能打好多 我告诉你 千斤南迈老来寿 嗯 你有时候 你跟他许了愿 之后再吃回去 他会受到护法生惩罚的 这个很麻烦的 你的姑娘 你的姑娘在害他呢 我一下子就说这种 人家话都不听嘛 我妈在我上班了 结果回来都吃完了 我起了我 我告诉你 像这种要给他吃营养补品的 营养补品 要比方说 营养补品比食疗不知道好多少了 食物疗法 你这个营养很难吸收的 因为你想想看你吃多少东西啊 你这个营养补品 空腹吃的话就是不一样效果 我原先在他吃的大豆腊磷子 对啊 我一个螺旋叨 你说的螺旋叨也吃着呢 你还要给他 螺旋叨这么好为什么不吃啊 还有给他要 吃什么呢 还要给他吃那个西洋叨 西洋叨啊 西洋叨是没了 他没吃什么 西洋叨要吃的 补身体不是靠 靠一点喝个排骨汤啊 肉汤啊 没有用的 没有用的 嗯 你今天能够吃杯能再看一下吗 能看一下吗 看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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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没有什么原因呢 我已经帮你讲好了 这么简单的道理 你吃回婚的话你马上就出事 就这么简单 你看了 你看自己的劳工 哎呀 瘦得了这么厉害 吃素的人就是精神啊 吃瘦就瘦一点了 你去看好了 胖的人容易死 还是瘦的人容易死了 是啊 都就像这个日子 总是这样了 还一天天 就是东西 客家那天就在窗上 一天漏水 漏水 这年年不趁烦 书也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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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跟你讲了 老妈妈 你要记住了 你许过的许过的愿 做过的事情不能为愿的 否则的话没有菩萨保佑的 那次他就是许完那个生活 也一切都好了 那是不是又停 我以后都给他换狗了 没用了 没用了 我告诉你 你违院之后 胡法成员不会管你了 只会惩罚 不能违院的 一个人讲过的话不算数了 妈妈你说你开心不了 嗯 那咋法年 咋救救他吧 你再给他加持一加持吧 加持他 叫他重新许愿 哦 重新许愿 只要那个加持能好些呢 他就重新许愿 他就不要吃昏了 是吧 哎呀 怎么吃啊 吃下去会加重他的细胞 活 人家说活药的空间 细胞活动的空间会越来越大 就这么简单了 那些细胞 那些癌症全部都是酸性体质的人 去昏的人身体会酸性体质 它容易存活 癌细胞容易活动 如果你是碱性体质的话 你的癌细胞就不容易动 老妈妈 他现在不是癌症 他就是心脏薄满白沫不去 我就讲给你这个道理呀 昏的东西是酸性体质的 对学的质量都不好啊 嗯嗯嗯 哎呦 你们真的是 那能夹课一下 救救他吧 救他 他出许愿再吃死吧 你叫他自己许愿呢 我没办法 叫他自己许愿 啊 听不懂啊 你叫他夹课夹课吧 那叫他自己许愿 现在只有愿 原来是北京 现在我们已经回到老家了 嗯 以后来现在说十九天愿 反正他一下子 我们后面不去 说胡话 身上有灵性了 我告诉你啊 说胡话 说胡话 全部都是灵性啊 说胡话 现在身上有几个灵性是 不知道 你们现在这么做法的话 台长不开心的 一个人要有讲信誉 对菩萨更要讲信誉 你许过得愿 随随随便便就改愿的 谁来保护你啊 谁来帮助你啊 就是等于你 当人家的事情没有做好 你自己改变了 人家会再会跟你交朋友不了 这些那个傻东西 孩子他们不动啊 但是我少办不得嘛 孩子都不动 就可以改死了嘛 叫他好好念经吧 自己许个愿 念念礼佛大忏悔文 念礼佛大忏悔文 现在他发现 充名不信念不了能行吗 我可能念吗 我不知道 你帮他念吧 你去我有点医院 你医院能念礼佛大忏悔文吗 都可以 都可以 现在这个 他就身上有灵性 现在接着你 念多少效法 身上有灵性是吧 你不是说 他胡说吗 是我也看着他胡说 胡说当然有灵性了 叫他好好念的 没什么话好讲 我告诉你老妈妈 你叫他好好念经啊 没办法的 没办法的 我告诉你 像这种事情 只有靠自己不停的许愿 愿力可以救一条人的命的 我也晓得我们这个愿力 是不是不大声 也就是为你 你不是愿力不大 你不是愿力不大 你连愿力都没有了 现在 你说说我要许愿 我要许愿 吃素 接下来又吃婚的 你不但没有愿力 你还会愿 听不懂啊 嗯 是啊是 那天我回来 我就结果就起了 我就说 他已经许愿了 你不能再就吃婚了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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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孩子不懂啊 你知道很多妈妈爸爸都是被孩子害死的 我不骗你的 爸爸妈妈年纪大了 没办法 没本事 只能听孩子的 有些孩子说 跟医生说 啊我签字 开刀 开刀 左一刀右一刀 把爸爸妈妈又开死了 真的 你想忘了这个 他这个现场 把妈妈能开到吗 我不知道 能找素素吧 我不知道 我告诉你了 妈妈 你现在只有好好的求观世音菩萨 而且要给 要念礼佛大忏悔文 你可以 我等于一样能误 你现在可以 如果你怕你女儿再给她吃婚的话 你就先不要给她再许愿了 就给她许别的愿 那怎么行啊 那比方说 整体好了 观世音菩萨 我希望她能够好了 好了之后 她现身说法度人 然后呢 她也不杀生了 怎么样 现在我告诉你很危险的 是危险 是吗 她现在昏迷就是 被鬼完全拉在下面 魂魄在下面 她现在大家发烧不推 烧不推要走人哪 这还不懂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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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你老公 好好地帮她念念经 老妈妈 你好好地帮她许许愿 听得懂吗 我帮她许愿 啊 你告诉你 你要帮她许愿 没有其他方法 明白了吗 啊 好吧 嗯 你说是 你说是现在那个婚 都是这就很许啊 你要是不许啊 你才跟我说这句话 你可以不许啊 因为许了之后 说不定哪些女儿又叫她吃了 你就现在暂时不许 但是你去许别的愿 啊啊 好了 啊 行行行行 谢谢推荡啊 谢谢推荡啊 好 再见 她现在是 她现在病 你现在问我是问什么 要不要动手术是吧 是不动手术 这个她的叔叔还 杨瘦很有吗 我看她这么被陷 你要看她杨瘦很有 哈哈哈哈 这个老妈妈 哎呀 她她几几年呢 几岁啊 嗯 她是 1960 六几年的 六几年啊 六几年 六一年 哇 还这么小啊 只有五十七 五十五岁啊 五十六 五十六 五十六岁啊 哎呀 嗯 是你老公啊 是啊 你怎么声音这么老的 你怎么听上去像七八十岁的 哈哈哈哈 我的声音 你是这套族的 哈哈哈哈 她六一年属兔子的 还十六点 十六 十六啊 九九九九 她杨瘦还有他呢 嗯 楊瘦很有能 你还有多少年吗 不知道 你准备嫁人呢 哎呀 问多少年 哦 天啊 vem in single 那就是帮他好好 важноpas他年少好ז矩是吧 你五十几 你六一年 你你六几年生的 啊 我 tocarora 九三年 你怎么看 听你的声音像1936年呢 好了好了 再见了 好了我给你看一下 我给你说护法生不管你的话 你就麻烦了 护法生为什么不救他 因为很简单 他违愿 违愿的人就是等于像骗子 听得懂吗 我就问你一句话 你答应人家的事情 你不帮人家做 你是不是骗子啊 这个事情我做 我会找孩子 我吓死我了 我吓死我了 我三十一天又给你在家 我告诉你 很多孩子都是被爸爸妈妈 把爸爸妈妈弄死了 所以我们对孩子 有时候不能完全听他们的 否则的话我们会气死了 气死了 谁让你说还念 多说笑话 笑话只有不停的念 不停的念 念到他醒过来 我看他还有五个星期才能醒过来 我看他还有五个星期才能醒过来 五个星期是吧 五个星期能醒过来 如果你好好的念经 三个星期醒过来 信要不醒过来 是不是我要离开这个医院 我帮助给他念 修房子吧 你好好的给他念 小房子吧 我在家的医院肯定 修房子念不出来啊 念不出来 你也得念呢 念不出来也得念呢 怎么念不出来啊 你好好的给他念 你要救他的命 我医院的小房子 心心也不吃吗 要得念呢 怎么不能念呢 你现在看见你老公 醒不过来 你怎么也要念 是吗 你听得懂听不懂啊 听懂听懂听懂 听懂听懂 那就是一个给你也要去 是吧 你一直给我念下去 你一直给我念下去 好好好 拜拜 这就太大了 你又请了太一年 再见了 再见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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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你好 喂师父你好 师父想问您一下 请问师父 许愿念十万遍经文前 念自存的小房子 如果等要用的时候 是否可以记载在 当许愿的一万遍 十万遍经文里面呢 十万遍回十万遍 十万遍 就是许愿之前 我们有念好的自存小房子的经文 等许愿念十万遍之后 是否要发送的时候 是否可以加在 那个十万遍经文里面 对啊对啊对啊 对啊 哦 好的好的 感恩师父 呃 师父 如果有同 好像我 我许愿错了 许愿成一万遍 那可以吗 什么你说 这是十万遍经文嘛 但是我 我许愿的时候 讲错了 我讲成一万遍 再许愿就好了 哦 好的好的 谢谢师父 啊 然后师父 呃 还有还有 然后 师父曾经开示 我们可以用小房子来房群赛 除了念小房子给地方的药金者 还需要念化解 愿解的小房子吗 随便你 你觉得愿解很深 一定要念啊 好的 然后 呃 他们想问一下 愿解解都是 取材化解 以对方的恶缘 还是取材化解 掉以对方的缘分 都可以 哦 都可以 哦 如果对方放不下 才给对方念心经 呃 对方已经放下后 而自己却放不下的话 就给自己念心经 这样子对吗 对 为什么有些同学 会越念越放不下呢 反而 对方更喜欢同学 或是自己更喜欢对方 是不是因为取出错误 所以还是有其他原因造成的 没有 说明他两个人的确真的有缘分 就算念姐姐做的话 他们两个人如果善缘的话 还会保持一段时间的喜欢的 没办法的 姐姐都念念念念念念 是解恶缘 不是解善缘的 明白了吗 哦 明白 嗯 然后这方法是不是 是用于任何一种形态 对啊 不管是善缘啊 恶缘 念缘 一直念到自己 完全放下就可以停了 对了 我告诉你 就算善缘很多 你念啊念啊念 念到后来 善缘也会慢慢的用尽了 加快 准提神都是 姐姐都是加快 两个人的缘分 明白吗 明白明白 然后师父上次您有说过 灵魂的果报很严重 呃 是什么 是严重在哪一个 因果成分 什么听不懂啊 就是灵魂的果报很严重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什么原因就是上辈子的因果呀 因缘呀 上辈子你欠他的 那么这辈子他来问你要债了 上辈子你跟他离婚了 这辈子他来跟你离婚了 听不懂啊 有一个孔叔嘛 他在还没学佛前 就和先生的二元特别重 学佛后 一直给先生的念经 情况时好时坏 还严重影响他心心爱佛 孔叔很无奈 主动提出离婚 对方也很不谅解 还怨恨孔叔 离婚的这段时间 孔叔取了一万件的姐姐 请每天给对方念二十一遍心心 礼佛三遍 直到最近孔叔的情夫 有了转变 开始变得不再怨恨孔叔 两人也变得好朋友一样 见面也不再生产 请问师父 像这种情况 对方原谅孔叔了 孔叔也不停地给对方念 兼其撤回的话 是否可以消到 过去伤害对方的果报呢 很难啊 减少会减少 还是笑不掉 笑不掉 因为还是在有小孩子嘛 就虽然这里分了 他们还是会住在一起 嗯 嗯 所以 要他好好练心 但是吧 继续化点 师父 呃 去年嘛 师父有提到 可以使用给家人 念诵一万件 只接受 只求化解二元 如果每天坚持 论四十九遍的话 现在也念了 一万五千遍了 至今和家人 关系改善很多 自己在家 进行的环境 没有改善 那么请问 如果家人 还是没有 信佛念经的话 是不是还可以 继续上试完 再许愿一万件 只接受呢 再许愿一万件 可以的啊 哦 然后 同学也是可以 使愿念一万件 信心给家人 导致他不相信的 嗯 很好啊 哦 正好 然后同学还想问一下 是否可以使愿念 比如二十一张小房子 给家人 祈求菩萨 帮助消除不幸福的月上 让他早就学佛念经 可以啊 如果是可以的话 正正是写家人的名字 的药金者比较好 还是写家人名字 大姐 温洁 比较好 药金者 好不好 感恩师父看事 OK 一个公修会的问题 同学在职班时 如果油灯已经灭了 还有烧着香 是否还可以给佛有归拜请安呢 可以 如果是写家人的油灯 跟香都已经 杀完了 的情况下 师父 也是可以给佛有归拜请安 可以 好 感恩师父 好 师父 有一个同学 五月十七号 在那间师父 的法身 然后开始 把佛法 然后师父开始 玩过后 同学就想给师父 一个问题嘛 然后师父就很严格的说 师父必须工作严明 因为今天不是问答 问答节目 所以就不给同学问问题 然后师父就变成了 佛祖的样子 你的头发就是好像佛祖的头发 就有一句佛祖 一面的头发一样 一面一面圆圆的 很庄严 正上发出金光 然后师父用 这位佛祖的法相 就特别给同学开始了 然后师父就说 经常回忆和想起 当初在五月入城时 不快乐的事情 或者是经常被自己五月 入城残老的人 很容易从操作入到后 掉下来 请问师父 这是不是真的 真的 哦 嗯 这个什么原因会造成 如果同学去到 能够超出过后 什么五月入城 常有 会保持 莲花很容易掉下来 五月入城 有贪念啊 莲花上不去的 如果你有贪念 有欲望 对男女的事情 有欲望 对钱有欲望 你上不去的 这些都是本次 到下来的欲望 啊 天天学佛 天天念经 天天自己禅 禅坐 好了 嗯 嗯 嗯 是不是想问一下 好像 我 我以前有在 呃 那个墓里面 学禅定嘛 你感应一下 如果有一天 我想再回去那边 学禅定的话 是否可以 你要学禅定啊 你已经有禅定啊 我以前有学过 学过 学禅定嘛 你现在 你现在师父叫你的禅定 不是叫你攀腿 坐在那里 念经就叫禅定 脑子没有杂念就叫禅定 听不懂啊 是的 是的 好了 好好 明白明白 明白 师父 感恩 师父 呃 请问师父 家人与出家人受持菩萨界有何不同呢 如何理解菩萨界的定义 家人与家人干啥 在家人与出家人受持菩萨界有何不同 啊 你说 你说出家人受持佛界是吧 对 菩萨界 还有就是居士 居士啊 有什么不同 不同多呢 出家人人家受过大界的 人家现在在受大界 受菩萨界的话 人家是好几个界别呢 所以他们能够到天上去 你在家居士你受不起的 谁把你受菩萨界啊 你有什么境界可以接受菩萨界啊 好了 人总是因戒巧而不持守 一个小错小毛病就马上改 慢慢累积了很多的小毛病 当很多的黑点形成时 要一次改就很痛 请问师父 我们如何把持的住 不要犯任何的一点错 跟一点毛病 好好学佛念经啊 多长点智慧吧 我看你 问出来问题都一样的 多看百货佛法 多看百货佛法 好吗 是的 各位师傅 男女同修可果经常拍一些很迷人的眼神啊 很勾魂的照片 上载到微信和面子书 当人头照 请问需要注意什么吗 你说可以吧 我问你 你说可以不了 真的不要 怎么叫最好啊 肯定不能要啊 哦哦哦 因为如果让一心同修 一直提了分别心 爱恋心 最后会产生无形的月份呢 肯定的 你去勾人家 你在眼神让人家动心念了 你不是害人家 这个我记得 哈哈哈哈 你连这都不懂你学什么佛啊 没脑子的你啊 啊 对不起 学的不好 眼睛 眼睛勾魂的你 开什么玩笑啊 你们 是的 我们会提醒一些恐羞的人头照 不要这么做 听得懂吗 是的 是的 明白 感恩师父看 学佛人要如何做到 不要紧 那些你最了解的人和 事情 记忆下定义 切标签呢 人路 差为隐私于过去 是否算 无中生有何 造口业 就是啊 就是这样 无中生也有造口业 诽谤 一样的 罪孽一样 深重 嗯 因为他的不了解 人家的 家里的事情 还是过去的一些事情 就 下定论的话 贴标签 这个人好还是不好 这样是不是会 执着 哦 哦 好了 给人家问问了 问了这么多 差不多 好的 谢谢你师父 对你发起安康 再见 拜拜 再见 好 听众朋友们 那么 这个自话直说节目呢 到这儿结束了 非常感谢 听众朋友们收听